哎呦聊世紀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u 今天要來看不列碟人對上不列碟人 這場比賽是超級隨機 先跟各位說聲不好意思 昨天有一支新影片 上傳失敗 然後重新上傳之後 然後結果上傳那支新影片沒有發送出去 結果錯誤的影片也沒有刪掉 然後就讓大家看到錯誤的影片 非常不好意思 今天已經把正確影片給補上了 有興趣的話還是可以回頭看一下 那一支新的戰艦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超級隨機的話地圖都是蠻特別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黃金數是非常多的 這個潛灘地帶是可以蓋碼頭的 這個上面也可以蓋任何建築 TC房子什麼都可以 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這個地圖感覺看起來是比阿拉伯的黃金還要更多一些 所以很容易打到這個大貨窮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流程的話也是盡量不斷落之後呢 趕快去多點去挖木頭 趕快提早蓋出碼頭 去補這個魚船出來會比較好 正常流程是這樣不錯 但是你要仔細看這個細節 以他們不知道這個視角來說的話 他們可能會不知道這裡有沒有魚 當然你看這邊也在看喔 他這邊也在看 欸到底有沒有魚可以吃喔 才發現欸好像沒有魚喔 你看兩邊都在看 那他們這邊早早伐木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所以這個有時候你玩超級隨機的時候 這個經濟的這個視角 你可能以為這樣一圖 到處都是潛灘喔 應該會有這個魚可以撥 殊不知 結果怎麼繞都沒有魚 你看這個牛啊走得非常遠 呵呵 這就是玩超級隨機需要注意的細節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視角就知道了 欸 他這個視角怎麼關不掉 喔有了 哈哈 好那視角來看一下就是這樣子喔 非常的暗 平常的話你玩阿拉伯的話 應該不會太把這個水牛 拉到這麼遠 但是因為超級隨機的關係喔 所以要探得仔細一點喔 避免孤判情勢喔 先蓋了碼頭 損失150木頭 而且也沒灑田 造成經濟會慢傷對手 一些時代的問題 呃這個算是比較常會遇到的 如果有戰玩超級隨機的玩家 都需要特別注意的細節喔 好 那我們先來稍微再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話有很多這個路 這個路應該可以直接打磁城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邊黃色盆蘭可能是要蓋碼頭 但是也看到這個地圖喔 非常的爛也沒有魚 好 所以應該是沒有打算要直接去打這個碼頭 那這種地圖很特別喔 你可以在這邊出個碼頭之後 出戰艦虎鋒頭 你可以這樣一路開船喔 開到人家家裡喔 開到這邊用戰艦騷擾也是可以的喔 非常煩 呃這邊地圖的話應該還是會打一個 這個陸地軍事配上海戰的一個搭配喔 會比較適合這樣地圖 海陸混合圖的地形的玩家喔 就是文明喔 會比較適合 例如這個巴南亭阿 還有西班牙之類的喔 西班牙我覺得這張地圖非常適合西班牙 喔 石頭都非常近 然後又這個 西班牙正負則可以出 還有這個超強的火炮戰艦喔 都很適合喔 那巴南亭的話還有這個火戰船加成 攻速加成 所以打起來也是蠻強的 再來就是捕獵點了吧 捕獵點的話就是還有這個 戰船的射程優勢喔 啊這種地圖的話 戰船基本上兩邊都出戰船的話 射程都可以達到所有的範圍喔 沒什麼太大問題 呃再來其實就是這個葡萄牙之類的喔 我覺得打海戰的文明都蠻適合 但是有捕魚相關就不適合了 喔 例如這個波斯阿 或者是日本喔 之類的 或者是達魯皮圖 這些的話可能就用起來就有點 不太給力的感覺喔 所以有些海圖喔 也不一定說就是哪些文明喔 還是要看有些能捕獵的喔 這個問題喔 像這種不能捕獵的話 就是要主軸這個戰船路線喔 有加成的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上封建時代 那不列電這邊是超級早 17P耶 這邊是要來打一個極限落馬的概念嗎 好這邊有點雙重回應喔 調整一下不好意思喔 好 回到比賽裡 那目前他打一個超級快攻 是要來出火蒙桶 直接打這個海 這邊打海的話確實的麻煩 火蒙桶不好解 這邊另外一邊黃色不列電腦 可能是要來打小弓之類的 好 果然是要打小弓 因為他有挖黃金 但是沒有下碼頭 好沒有下碼頭又黃金喔 一定是打小弓 這個路線會比較多一點 好 這邊直接兩隻赤頭互打 這邊臭命來補 補一拳 來不及幫忙 直接死去 尷尬了 好 這邊赤頭拿到一個首殺 還不錯 讓對方斷這個視野 好 這邊赤頭直接開出來 我們用二杯書看 因為這場比賽好像有點久 那我們會進球 把這個影片都濃縮大概30分鐘左右 甚至以內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輕鬆一點 那 WT的演算法 也會比較適合推送給沒有看過 世紀帝國的玩家們 所以 我會有些地方會有加速行為 所以大家可能請監量一下 因為我知道有些觀眾 不喜歡有這個加速的 這個畫面出現 但沒有辦法 為了這個大數據 所以還是要配合一下 好 那這邊直接看會不會燒出一個洞來 好 那上方兩坨工兵 直接走過來有點一級射 那青色不列典 這邊是點下了一個射箭場 然後 一級射還沒有點 這邊有點斷肉 看它肉有點極限 這邊它路還在此 這一坨路的村民 放回去肉 才有可能去點一級射 這邊工兵可以先不要出去 當然這邊路肉可能要先放下 直接過來射射 三隻工兵開始射 可能會收掉一村 但是這邊走位一下 哎呦 甚至離血殘血走掉 好 一級射趕快補 雖然數量上下是贏過對手 但由於沒有一級射的關係 所以表現音效比較好 那這邊黃色不列典還有細節 我可以去偷射它的路 還沒有這樣打 好 那這邊直接燒出了一個洞 直接開燒房屋 好 防屋直接被射 好 下方這邊戰艦要越多的話 會很麻煩 很容易下面打出一個破口 好 那這邊青色就可以開始把小光往下補 然後家裡轉出一些戰艦啊 或者是這個 毛兵就好了 工兵就直接跟這個火魔童走一起 盡可能去攻擊對方的軟 軟類 好 結果這邊工兵不列連黃色 直接收掉青色這一頭工兵 那下面火魔童後面就沒有工兵支援了 那這樣子 其實他這一波交戰 其實蠻虧的 雖然黃色這邊也送一波 你送我一波 自己也送一波 大放送 好這邊補下更多10強 好這邊有一隻毛兵在前面打個傷害 效果還不錯 好兩邊也準備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黃色這邊有點慘啊 黃色這邊打一個為死了 好 那鹿有吃乾淨嗎 好像有欸 好 吃乾淨的樣子 但不知道為什麼經濟很差 是因為挖石頭的關係 好 古獵典這邊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鹿都有吃了 都吃得乾乾淨淨淨了 吃乾抹淨 也是吃乾抹淨 好 上方工兵加毛兵 這邊做個搭配嗎 這邊應該是要等城堡時代好才會繼續打 好 後面經濟補下棍弄木頭 我們桶在後面也是稍微繞一下 這邊直接開一個洞 可以是到處巡弱一下 好 下方這邊沒有決定要繼續打 因為對手普林跟劍塔在這邊 極力讓對傷 好 不能好好的繼續輸出這根10強 好 一升級好 先升級的確是毛兵 毛兵升級好 然後要來點下這個奴兵 二級升也先點 奴兵升級的話還是有點貴 所以待會還是要等一下 才能點一下 因為現在要開TC啊 肉量也會不太夠 除非靠買賣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買個100肉 點個奴兵其實也不太虧 他好像還是要等一下資源 才要去硬上這個奴兵 五隻工兵上奴兵其實也不虧的 這邊直接進去 但是TC要好 這邊可以直接收穿反擊 但上方家裡 對方已經升好奴兵 家裡的戰毛兵直接被射掉 七隻工兵還在輸出 但自爆兵沒辦法炸到海岸 哇可惜了 那自爆兵的話其實四代蠻強的 二代其實也不差 但是我覺得四代炸的範圍更廣一點 好這邊還是打破衝了進去 戰毛兵直接開始燒了 這邊用火魔桶直接開始燒 變火戰船 升級這個奴炮戰船 好家裡還是繼續出這個戰毛兵 這個應該是按錯的吧 這個馬弓 好怪怪的 那像這樣的地圖 有好又入戰方面 有戰艦的話其實蠻難處理的 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出生旅 生旅是招戰船蠻方便的東西 這個頭車直接砸了一發 直接砸掉 可以頭車萬解 那我就可以下個修道院 先把3TT開出來 先不斷出來比較重要 好結果這幾隻弩兵還在燒了 由於沒有點二防的關係 所以戰毛兵還是沒有辦法 那麼好抵擋這個弓兵的集火傷害 好爆破船這邊走 你看非常快速 雖然這是二倍速的關係 這邊再繼續射 哇這邊射掉非常多農田喔 這就很賺了 那伯列店這邊稍微點劣勢 但是村民是有領先的 領先石村 但這毛兵還是要繼續 那我覺得伯列店 青色這邊有點偷喔 對方有7隻弓兵在在領道 沒有第一時間去爆這個毛兵喔 是之後才慢慢爆出來 就有點小虧 好但最後還是可以輕鬆解掉 這邊還想要秀嗎 哇這3隻弓兵還想要秀耶 這邊想要秀一下之後打破門趕快走 整就剩下3隻弓兵還不錯 看後面口車大隊已經登場 這邊秀個一發打掉 直接打倒 這邊再往上走 這邊走進來了 看起來是要蓋城堡喔 有足夠這個石頭 那青色這邊就很難受了 自己現在沒有足夠戰力喔 可以抵擋這些戰毛兵 只有這些少量爆破船 可以去攔檢 但是這邊黃色很聰明喔 都直接走這個陸地喔 沒有走這個淺灘的部分 好那家裡很多戰毛兵走了過來 這裡要補一個BK 應該是要繼續出弩炮跟投石車 來解這個戰毛兵 因為前面這個BK已經被燒掉了 所以你要再補一個 好果然前線蓋寶 才剛插下去大概5% 兩台投車直接開閘TC 這根TC看起來有點微妙 如果這裡被控下來的話 對青色來說很傷喔 因為青色這邊金礦石頭 都是大石大金喔 如果全部被控下來 真的會很糟糕 好這邊補了一個大學 然後兩個工程機製造所 這要出投石車 但是要防守工兵而已喔 好這邊投車要來拍一下嗎 噢 倒光 腿哥全倒 舒服 好接下來剪下這個青色的彈道學 彈道學這邊升級 下去之後奴兵 好不然直接轉這個長弓兵也不錯 不列顛長弓兵加上這個彈道學 非常凶狠 所以射程比奴兵還多一個射程 結果是由不列顛黃色這邊先出了這個 長弓 長弓想是八射程 弩兵應該也是八射程 對 那長弓兵的話是要到地龍師代 升到金瑞之後才多一射程 那他每升一個時代都會多這個射程 兩邊都是這樣子 好那不列顛 金瑞這邊是有打直層的感覺 他這邊蠻像的 雖然田不夠多 看起來有點斷村的感覺 肉類部分的石頭 再挖一下 現在挖一棟城堡出來防守比較好 我車再砸了一發 誒 殘血啊 好這邊再舉二倍速 看下能不能救到這一台 火子村了 看下有點困難 黃色不列顛直接原地 蓋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想來前線補頭石車跟對方交戰 那農田被大肆的掠奪 有點虧喔 這個已經損失掉了 快到六百目了吧 加上TC的話應該是超過六百目 好頭石車直接被攔截 火戰船燒了一波 哇這兩台頭車能賺到就很香了 直接燒光 非常不錯 這邊長弓兵直接打 但是直接倒光 色爛也換掉了一台頭車還不錯 好上方的頭車也想要秀 但沒秀到 第二根城堡往前逼近 這邊要先投一下村民嗎 我們要跑 頭車反擊 這台子戰毛兵 反擊掉之後 實際上少量的長弓兵 投射村民 頭車複雜 但是這個爐蟲聲音底顯沒爆 這個預判有點極限 但是沒有預判成功 兩根劍塔繼續往前伸插 好車人中心越來越逼近 有點尷尬 這邊直接列兩根堡 但是青色點下的帝王時代了 這邊趕快在這邊插個城堡 就好了 守住門面 想要這根TC不被拔 就很賺了 好下方這邊依舊不能進攻 這個劍塔真的是有點煩 那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了 大概差了30秒而已 稍微再繼續加速一下 其實很少看到這種 工兵對決 統文明的這種 而且又是捕獵點 而且又是這種海戰混合圖 非常特殊 好來看到長工兵 這邊走過來 看到城堡 要先射村民嗎 沒有射 因為他沒有點這個彈道學 會有點猶豫喔 該不該硬打 好這個換掉了 欸靠居然沒換掉 我的天 我還以為他預判欸 呵呵 這邊往前走 會被長工兵射掉 哇果然被射掉了 這邊長工兵直接遠地站了 就可以射掉了 這個傷害 好 升到地獄實彈 趕快產出峻里托斯基 但城堡雖然不夠 只有一棟城堡 好 現在青色被逼到了絕境 但上方開出了新的小天地 這個地圖上的黃金 其實蠻多的 就算捨棄家裡 當遊牧民主 到處開TC 也是不錯的選擇 但這邊是決定要打這個奴兵 不是長工兵 因為這個城堡 要拿去生產巨型投資機 不太可能去投資 在這個長工兵上 先用奴兵先升級一下 先打個槍奴 之後有機會再轉這個長工兵就可以了 好 在這裡再補下地獄跟城堡 後來大肆增加巨型投資機的產量了 可以正面加速一下 OK 巨型投資機直接開閘 這邊會中嗎 對方現在黃是三巨頭 銀色血量一半 砸掉了 砸得不錯 這邊置第一個事件場 這邊是想要直接進去的 但其實是這根木頭在卡還有房子 這邊三種房子卡掉才可以輕鬆出門 那現在他被自己的建築物學有點搞到 很尷尬 這個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血量剩下100滴血很極限 但是五台巨頭的話 十隻八九應該是守不住 這邊第一次用巨頭其實反擊 喔唷居然拆掉了一台 這邊已經升戰狼科技了嗎 好像有升的感覺 好像有點猛 很準 還是只是我錯覺而已 砸到蠢米 哇兩邊這個巨型投資機打得非常準 OK再一發 直接打掉 好這邊巨型投資機三發四發 直接瘋狂亂砸 後面更多巨型投資機補下 這邊直接轉戰狼嗎 還是要轉強弩呢 這邊要轉強弩的話肉類不太夠 那黃金部分現在要投資在巨型投資機上 也不太好處理 這邊直接進入到城堡的射程範圍 直接被反殺了回去 巨型投資機兩邊都在瘋狂投 但右邊就被拆掉一台 巨型投資機左邊也被拆掉一台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這邊補下更多巨頭 哇這真是巨頭大戰 這就是 這個暗焦火嗎 但是中間沒有這個 這個 完蛋這個要爆了 有黃色這邊拿下了前期的壓制 看起來青色被逼到了絕境的感覺 但其實黃色家裡經濟並不是那麼好 分數其實蠻接近的 因為不列顛黃色 這邊是打一個 強軍事路線 所以他可以爆這麼多兵 但家裡經濟肯定是不會好到哪裡去的 我個人是不太建議 新手們這樣子打 打這種強軍事的 不過經濟 因為很容易打著打著 讓對方很容易就守下來 守下來之後很容易就被反推一波了 但是如果你是農狀況下 你可能像青色這樣子一直農 那你村民沒有損失太多 雖然被吹到很多建築物 但只要你保住這裡村民的話 基本上還是有反殺的機會 不太會有那種 像這種黃色強軍事異波 被反推回去就沒得打 你只要農民有在 基本上都還是有機會的 好 建築城堡 看起來是兇多吉少 不列顛這邊爆炸傷害非常強 直接拿巨頭砸你的弓兵 直接砸掉了三隻奴兵 哦四隻啊 爆炸範圍在這個太廣了 這個威力非常誇張 這有點像是波西米亞榴彈炮的感覺 這個範圍啊 跟這個 伊索比亞的 火炮榴彈炮這種感覺 一樣哦 這個就是波列天戰狼的威力 射程比火炮還要遠 然後這個爆炸範圍 跟這個 榴彈炮差不多廣 戰狼OP 好這邊第一時間反擊已經先架起來 但這邊沒有先打巨型頭司機 這邊攻兵沒有空好 直接原地往前站 欸 但這邊可能會損失一些 哇 這邊巨型頭司機直接開砸 先砸單位 沒有先砸巨頭嗎 哦沒有 還是要先砸巨頭 兩邊巨型頭司機砸起來 但是右邊黃色這邊又拿到一點優勢 左邊青色巨頭又被砸了回去 哇 是我的話心態早就炸裂了 他居然還有心態可以繼續打 我的天 這邊只能選擇再度撤退 銀色看起來沒忘了嗎 四巨頭 繼續拆 好 這邊攻兵數量來到了非常誇張的數字了 十九隻 我覺得到二十隻就很誇張了 因為二十隻這個數量 基本上快要可以秒殺一隻騎士了 只要騎一發兩方的話 一隻騎士絕對是死的 那到了四十隻四五十隻 那就不用說了 絕對是一發一隻 這時候長弓兵其實很可怕的 但是如果遇到這種騎兵單位的話 也是要配一點疾兵 只靠長弓兵是不太能解掉遊俠 一定要還是要配疾兵長弓 互相幫忙 好 那青色這邊越擴越出去 上面也是補下更多建築物 經濟一直往右擴 但黃色可能覺得他只有這邊經濟而已 他現在全心全意 只是想把對方給嘟掉的關係 所以並不知道青色到底經濟有多好 而且現在青色經濟分數 總分也是輸給黃色 所以黃色現在感覺有點輕敵 他也沒有在認真開弄 村民術已經在處於一個很低位數了 九十村而已 那青色被打成這樣還有一百十一村 結果你黃色還有只有九十村而已 雖然是一種補陣吧 反正你的村民也是跑 不要把好好的種田啊 法木那些的 好 這邊第一時間反擊掉頭石車 最大危機解除 好 這邊直接逼了過來 村民可能趕快跑 但是像有單道學 其實射村民蠻準的 好 軍銀頭石衣直接拆掉你的TC 停車有點困擾 但是這裡偷偷摸摸摸到你家的門面 既然你要直接插爆我的家裡 那我就反推你本營 好 軍事全部都在我家 那我直接把軍事調度到你家去就對了 這個想法其實還不錯 好 這邊要出衝車嗎 還是頭石車呢 現在出頭石車會有點危險 因為很容易被對方長攻 直接用這個射程優勢直接點掉 但現在還沒有點下義勇騎兵跟精銳長攻不一定的關係 所以這個長攻射程已經只有10 還沒有到12 還算是可以用頭石車 秀操作的範圍裡 好 這邊稍微做一個拉打 其實打得還不錯 停車這邊且打且對 村民處降到96村 但還沒有傷到非常慘的經濟狀況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打回去的 雖然剛剛前面這一坨 重物裝這個峻頭石車送掉太多了 大概送大概12台左右 送的數量真的蠻誇張的 那這邊經濟還蠻好的 這個這張地圖優勢就是到處只有黃金 到處只有石頭 邊打邊挖資源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再拆掉 裡面村民挖黃金沒有採礦地 就只能測 但這邊想測被黃色被蓋了起來 哎呀 想出門也回不去了 中間這邊黃色補下一棟城堡 開始要來控除了 好 結果是出衝車沒錯 出衝車先撞開一個門口 慢慢偷偷拆一下 好 這邊轉出了一些戰防兵 還升降了衝車升級 那打不列典 升衝車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長攻兵會被這個衝車給吸引到 就變成說你要無視衝車的話 一定要手動去點對方單位 才可以點的比較多一點 不然就很有可能 這個長攻兵一直原地站A 射衝車吸了非常多傷害 結果自己的長攻兵一直被打 很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好 青色這邊直接一個絕地大反殺 村民速度拉到103村 但資源都是蠻極限的 黃色不列典加力不動的就是城堡 這種城堡應該可以有效的手作 因為後面還有拖子車可以做防守 好 回到左邊站場 左邊站場看到衝車過來 長攻兵原地打嗎?不能 好 那這邊衝車的話 也不怕你長攻城爆 而且看到衝車還得退 衝車也會頂掉這些巨女頭司機 所以這邊也不能繼續駕折打 這邊後方還有一台巨女頭司機 沒偷拆 太狠了 前後夾攻 好 衝車這邊繼續吸傷害 衝車就是這麼好用 好 但村民上來打的話 衝車很快就會爆了 好 現在加上這個冰宮鏟 如果有點下去的話 冰宮雪 這個城堡有那種鏟子的科技 村民打衝車也會有加額外傷害 好 這根城堡蓋起來 後面還拖車 輕鬆守住 結果這面城堡被青色直接拆掉 他還是有意想要來把 左邊這邊城堡給督光 好 這邊來到了更多的巨女頭司機 衝車 戰毛兵直接往前走 哇 這個城堡在雷啊 這怎麼在射房子啊 趕快回頭射一下這些戰毛兵 好 先射對方的長弓 好 這邊右邊又補下了一隻弓兵 在偷射 現在要左右開弓 好 黃色有一些村民開始大移民了 開始移到左邊這邊城堡聚集地 但左邊城堡這邊也快要撐不住 青蛇這邊已經建立起新的根據地了 這邊根據地撒了太多的農田 而且木頭產量也是非常穩定 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問題 而且現在村民處已經超過了黃色 黃色村民處只有87村 哇 突然這樣子剩85 這邊村民降得非常快速 後面戰毛兵打的傷很高 這邊想要建城堡 但是上面有太陽路 距離頭11 還是選擇放棄 但遇到長弓兵還是有點麻煩 後面還是要等一些戰毛兵補過來會比較好 好 中間補兵跟城堡 但正面城堡快守不住 三台衝車直接硬督 頭死車怎麼不見了 哇 正面直接爆開 家裡經濟直接一片 了不明聲 哇 家裡農田經濟全部爆開 要把所有的說明 拉到這裡來做防守了嗎 動力再補一根城堡 想要來守中線 哇 情勢有點大逆轉啊 不列典果然打強軍是沒有專心農 導致後襲有點後繼無力 但不列典這邊 青色一直在有在農 他邊打邊撤退之外 這個村民也是一直暗 並沒有去審視太多 然後左邊稍微反擊一下 開始專心打正面 他家門面這邊也開始直接督了進來 這邊有一台新的衝車 打個一發 再一發應該要全倒了 好痛 OK 倒光 死台巨頭要慢慢撤嗎 這邊太多戰毛兵 常攻兵其實有點難受 那不列典遇到這種戰毛怪的話 自己趕快撐一下中頭比較好 中頭打這個戰毛兵非常好用 推薦大家玩不列典遇到戰毛怪 突出這個中頭就對了 直接砸爛 那你的常攻兵就可以繼續囂張 這個打法非常狠 傳保左邊繼續毒根 這邊偷偷挖黃金 黃色和繼續打麻 村民生氣六村 這邊太多戰毛兵 黃青色這邊買賣一波 點下了義勇騎兵技術 再來增加一下攻兵的射程 好 下方這邊常攻兵走出來 看到非常多的建築物 他應該心想 哇靠怎麼上方變成大本營了 趕快撤 左邊也快不行了 左邊是個戰毛怪的領地 非常多的軍力透視力 直接架起來 直接硬拆 這棟城堡 這棟城堡血量掉非常快 剩下兩千七百滴血 但是這邊突然轉向 打右邊的巨女偷使機 哇這邊巨頭我在扣 直接反擊成功 收掉一台巨頭 剩下三台巨女偷使機 能夠反擊成功嗎 再來一台 可以 有收掉 雖然自己也損失了一台 但還能接受這個結果 左邊再來一發 左邊這個殘血人沒有修 但直接被打掉 巨女偷使機直接曝光 常攻兵也快被射爛 經濟直接崩化 剩六十三村 黃色打出了聚局 不對他連打都沒有打 喔那不列天對戰 就是這麼有趣 那如果你看到對方出常攻兵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出一些頭車啊 中頭衝車去吸引傷害之外 中頭配戰毛打法也是不錯的選擇 再更狠一點的話 你直接出騎兵也可以啊 雖然他沒有品種 至少有三房 有三房的話 對抗這個工兵的 箭矢三奧其實還是蠻強的 所以不列天中後期 黃金夠多的情況下 轉這個重裝騎士 也是蠻適合打這些常攻兵的 好啦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沒意外 你是不列天黃色 是輸人家的 那這個經濟太慘了 食物直接輸了一萬 木頭還是輸了兩倍 輸了兩萬多 黃金只是小贏一千的時候 也是小贏了大概 大概一倍吧 好像也不是小贏 大贏 那經濟的部分是蠻重要的 這就是我說的這個感覺 其實我是一個偏農玩家 有看過我玩的玩家 應該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愛農玩家 但是你們發現這件事情 你打強軍是很容易打不進去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是打偏農的玩家 你雖然是且打且退 但很容易被經濟再被農血 又很容易反擊回去 所以我一直很強調 就是大家可以先去練爆經濟這件事情 去玩波斯、圍巾 練爆經濟 所以你練起來之後 即使你不會打強軍事也沒關係 後期你直接農了一波城堡金主 然後直接轉出你想打兵種 你就幾乎是勝率 勝卷在望 那這一招在一千四百分或一千五百分以下 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通常你這個分段的對手 通常軍事也不會打得太強 然後經濟也是超級爛的那一種 那如果你會打強軍事的話 你至少會有一千四百分以上 好 那我的判斷應該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那請記得幫我下記念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訂閱 你應該不會打開 拍照 我們來看看